随着科技的进步 金融诈骗手法也是不断的演变 本地银行推出再培训课程 确保员工掌握相关的应对技能 大化银行计划到了2026年 提升500名的本地和区域员工的技能 应对风险与合规等热门领域的需求 大化银行也同新加坡国立大学 和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合作 培训员工有效使用人工智能 杨毅靖2015年加入大化银行的时候 担任客户服务助理 职责就包括帮客户开户口和转账等 他后来加入银行一个试点计划 接受再培训 目前协助银行侦测诈骗等犯罪行为 我的经理有和我分享这个计划 就是可以学不一样的 认识银行不一样的部门和学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就了解了这个工作内容之后 我觉得有兴趣 我就加入了这个新的部门 人力部长陈诗龙医生在活动上说 政府也积极地协助国人掌握金融业新机遇 例如未来十年 预计将会蓬勃发展的可持续金融领域 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 华调银行授询师指出 已经有近9000名的雇员接受了这方面的培训 经展银行也表示 从2021年至今 9000多名的员工修读了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课程